柳德華之所以有這麼多人喜歡 除了是因為他夠有型、英俊 其實大家還很欣賞他的專業精神和才華 不斷自我增值的華仔 最近還挑戰做電視劇的監製 因為其實我也是一個電視出身的 我真的一定會拍電視劇 是絕對的 所以有時交給別人做就沒那麼放心 所以自己就學一下 如果現在在電視上的創作或者製作上的 能夠順暢的話 未來我一定會拍一部電視劇 是 但是挑戰大不大呢? 這次這個減制的性格 不大不大的 其實就好像我們以前拍電影一樣 況且這次不是一個30集、60集 還有一個挺特別的題材 KK又花了差不多8個月去做資料搜集 每一天看這些東西 幸好又在醫院 所以什麼都看完 消化了之後又想簡單點出現 當然經過了這次 我絕對未來的日子更加有信心製作這件事 華仔對自己要求高就是人都知道 他擔任劇集監製 就更加事事精益求精 希望做一部好的作品給觀眾 其實這次我真是一個 因為以前我們拍電影都曾經試過 在演員下有第一選擇、第二選擇 這次我們基本上重要演員的第一選擇都出現了 所以在演員方面我們就沒有遺憾 在劇本方面我們也沒有遺憾 只是一件事可能會比較深一點 但金融這件事我都不懂 我也要搞好久才明白 現在是否聰明了很多呢 現在很聰明了 現在是金融 金融老手 華仔還大讚一眾的演員 有熱誠 而兩位男主角吳鎮宇和張厚全 除了對拍戲有熱誠 相信對食物的熱愛也有感 因為他們兩個明顯豬緣肉潤了 我只是我 他沒有 他特別的體質 就是吃 對 但是也不成功 沒有我那麼胖 大家胖了幾公斤 我胖了 三公斤 有六斤的吧 是為了講師的需求 對 這個是這口 還是 但是 也是應該這樣吃這樣喝吧 不然也沒有那個人的感覺 因為就關都是 差不多是 每天都喝吃吃的吧 孝全剛剛有看到那個 裡面有一些秀肌肉的環節嘛 所以有沒有特別去練呢 就那個畫面 呃 就 沒有 就在房間稍微運動 鎮宇對演戲這種專業 由始至終都沒有變過 當年前跟她合作過的張海宜 都說很開心可以再次跟她合作 對啊 我們其實就很多年沒有合作 那 呃 這一次合作我覺得她成熟了很多 而且她經常會跟我說 她最不喜歡我熟練這個對白 她最不喜歡就是 非常非常熟練那種對白 她喜歡很live的那種演繹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跟她合作是一個非常非常享受的經驗 除了鎮宇可宜都帶贊 譚耀文和廖啟治兩位拍檔相當專業 還很謙虛地說跟她們合作獲益良多 謝謝 謝謝 謝謝